台灣已經解嚴了三十幾年 三十十年 可是我們整個財政結構 政府結構是沒有解嚴的喔 什麼都要看中央啊 看得不清楚 高興蘇貞昌哥居然說 要當市長喔 要來行 是專業來行 還是宮廷政治來行 為什麼要讓高雄市民選你 第一個喔 我覺得有兩個問題 高雄很多的問題是財政結構的問題 那財政結構當然不是市長的責任 可是如果財政結構在市長 如果沒有有這個概念的話 他可以找立法委員一起來合作 如果你問題都看不清楚 當立法委員 當那麼久都改不清楚 跟你說 叫台北市報過錢來 喔 我覺得真的莫名其妙 我們高雄市他不是都要招商嗎 說喬科要找多少來投資 什麼半導體 今天如果增加一百億 營業額對高雄增加一百億 有公司來 所有的稅收都中央手足 第二個 我的收什麼 同時分辨量增加多少 如果增加一百億營業額 我可以增加保階 財經專家 兩千七百萬 一百億的營業額 我高雄人增加兩千七百萬 如果一千億啊 一千億也很多了吧 兩億七千萬 兩億七千萬 好 一兆 十個一千億 高雄增加多少 二十七億 二十七億 高雄欠多少錢 是吧 三千三百億 三千三百億出於二十七億啊 但行銷的行銷一百二十一年了 所以我說統籌分配款 我不是要跟中央說 要說你加錢 抱歉 中央的錢 每一筆錢都是我地方繳給你 地方的錢都是百姓 每一個納稅錢的 居然老百姓既然的 我零公佑 都抽籤 還抽不到 我這幾錢 我賺的錢還不能用 台灣 已經解嚴了三十幾年 三十十年 可是 我們整個財政結構 政府結構是沒有解嚴的哦 什麼事情都要看中央啊 看文憲啊 高興 蘇貞昌哥居然說 要當市長 要來行 是專業來行 還是 還是公平政治來行 我說四千億 到底是應該中央來決定 大家都說 是市政府來決定啊 然後說 你該還給我的錢 不還給我 我有幫你做很多事哦 還好我謝謝你 還好感謝你 都搞不清楚 這是我一直覺得 對我們中央這次 當市長的格局 要知道這個問題解決 當然是立法院 那你市長就要每天去開會 拜託立法院 我們一起來改 這是第一個 如果連這個都搞不清楚的 然後我說靠中央 真的是靠北族 那時候只要說 我中央就有錢 我中央關係好 我欠多少錢 游泳池不夠 我找中央 誰要運動中心不夠 我找中央 那是你們家的 是啦 是百姓的嘛 這第二個說 我覺得大家 他一直高科技 我說高科技 我們比不上 竹科 中科 南科 說的是 高雄不要再去搞那些的 跟不上啦 我們要另辟途徑 我傳統產業很強 那我覺得很多國家 很多城市 高雄男子店 還有日熱光 都在高雄耶 那個就 繼續做就好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的主力 我覺得 我們百分之七八 只是中小企業 應該透過文章 大家被人家講文章 啊 講文章 都被人家吵爛了 所有的設計師 要去跟傳統產業結合 這個椅子啊 也可以賣兩百塊啦 你設計好 五千塊 六千塊 同樣的材料 同樣的工錢 同樣的環境成本 你只要設計裡面 可以倍增啦 那個才是救我們高雄的 而且高雄很重要啊 很多年輕人沒有回來的 除了比較低心以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 無聊 你做的產業工作 無趣 年輕人回不來 所以我怎麼樣創造高雄 很多有趣的工作才最重要 呀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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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